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决策的时候经常会遗漏的那些细节 这手牌发生在标准六人桌zoom100 一位已经被粉丝标记过的打得不错的玩家在button位正常开持 粉丝手持七七在小盲位做了一个比较标准的三拜 此时button在长考以后进行了四拜加注到22BB 粉丝选择跟注 翻牌圈五圈二的听花面 buttonc败了一个超小柱10% 七七选择跟注 转牌圈发出方片4 双方都选了过牌 合牌又是一张红桃4 七七选择过牌 而button又在一个场考之后选择了all in 大约是140%的尺度 七七想了很久 最后还是选择了起牌 事后呢 粉丝觉得非常的不甘心 也和我分享了她的心路历程 她认为这手牌没发A发K 在合牌是非常想要打光的 并且由于对手是一个打200的直牌 她四拜一定足够 甚至会有些偏多 因为她之前看到她有K5K6同色这种四拜炸弧范围 另外她也想知道是不是问题主要出现在翻前 五拜射光或者直接戏牌是否会好一些 我们不妨带着她的问题重新来捋一下这手牌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尝试性的问自己几个问题 首先当我们在小忙遭遇button四拜的时候 我们如何判断一个人的四拜是偏多还是偏少呢 或者说我们在对抗一个潜在四拜较多的对手时 她的范围组成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是因为很多同学在不看范围表的情况下 其实都会认为一个标准的范围应该是TT和以上的对子 然后呢混合一些AX KX的同色炸弧牌 大家的想法其实和整个玩家池的范围不谋而合 玩家池在面对小忙三拜的时候 只会四拜大约3.6%的顶端范围 但是在这里一个标准的GTO四拜范围其实高达4.7 这里的差距主要来自于大量AX KX的杂色和额外的一些中对子 这是大部分玩家非常容易四拜不足的部分 特别在中高级别 玩家池中的常客会在小忙非常激进的反抗装位的偷忙 所以在装位的四拜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到位 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第一反应是这个七七在翻前就应该直接丢 那么你很有可能会出现防守严重不足的漏洞 所以这里并不是说图中的这些小队子都要无脑之心跟住四拜 而是说如果我们面对一个像今天这个button一样 大概率在四拜频率充足甚至偏高的玩家要防守到位 面对四拜强度保底式TT的那些普通玩家呢 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放弃这些中小队子 甚至是更多的高张同色组合 有意思的是我们不仅能看到小队子是需要防守四拜的 而且小忙甚至可以用不低的频率把七七到九九和A圈A5这些 我们通常几乎不会考虑all in的组合全部都推出去 这些组合在面对普通玩家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非常的蠢 几乎就是去撞钢板的 但是呢如果面对一个装位平衡的四拜范围可以这么推的话 那么但凡我们发现对手的四拜偏高一些些 比如我们发现他的范围中甚至会有K4K5同色 6554同色这样的诈呼组合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招去摧毁他的偷吃计划 很多时候我们学习GTO策略并不是用来马上去用的 而是在我们的武器库中保留一个大杀器 当发现合适的敌人的时候能迅速掏出来使用 今天这位粉丝其实就非常的典型 他确实已经在流域对手的技术水平和潜在的四拜频率了 但是呢可惜在调整速度上还是有所欠缺 不过即便在翻前没有all in 我们在翻后其实还有一些机会可以让对手更难受 比如你是否思考过在这个牌面上做dunk的可能性呢 虽然如果你查看GTO解你会发现 在这里小忙的权益非常低 完全没有一个下注的理由 但是别忘了我们的对手可能比GTO的四倍频率还要更高 当我们尝试性的在不改变原范围的基础上增加一些AXKX的诈护时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范围权益在上升 并且小忙位置的dunk也变成了一个带选项 另外我再说两个我个人认为可能也会影响我们决策的信息 只不过这个毕竟是假设 大家可以听听过做一个参考 一个是在GTO的范围里会有圈T圈9同色这两个组合 这两个组合刚好击中了这个牌面 但是呢据我对玩家持的观察 用圈叉进行四倍诈弧通常来说优先级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牌面上的权益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一些些 另外 BUTTON玩家在进行四倍的时候是有一个明显的长考动作的 这个动作在牌谱截图上有明确的记录 我个人认为这个长考是不是能说明对手范围中的四大天王 也就是圈圈加和AK的占比可能略低一些呢 毕竟这些组合我觉得没有什么理由去思考太久才做出决策 基于这几个已知信息和合理的假设 我认为翻牌圈DUNK一个小柱 DENY对手大量未击中组合的权益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或者呢在翻牌圈正常跟注以后 面对合牌对手的All-in 77至少应该保持GTO建议的防守频率 默认气牌可能就会被那些打得比较好的职业牌手所剥削了 当然也有可能对手真的就只是在合牌击中了一个A4或者54同色 这个也只有天知道了 大家也可以谈一谈如果是你在面对四败可能偏高的玩家时 翻前翻后会如何处理呢 合牌是否会选择抓诈呢 我们其实并不追求一个标准答案 不过希望大家能从互相的思维碰撞中汲取一些额外的灵感 那么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如果你也想投稿分享你的手牌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签算Poker 学Poker找签算 这里是签算Poker 我是梅小板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